在佛陀即将涅槃的时候 佛陀的弟子阿南曾经问佛 佛陀在世时 我们以佛为师 那当佛陀涅槃之后 我们依谁为师呢 佛陀说要以戒为师 由此可见 戒律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佛陀当初为什么制定这些戒律 这些戒律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辞成罗珠看部 给我们讲解一下 关于佛教戒律的那些事 让我们掌声欢迎辞成罗珠看部 谢谢大家 首先 佛陀当时制定戒律的这个过程 从这个地方说起 佛陀刚刚称佛 到后面的十二年当中 是没有戒律的 没有戒律这种 没有制定任何的戒律 因为这个十二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每一个人的他们的行为 都是非常的 如法 这个当中呢 也没有人去做一些 不如法的这个事情 也没有发生过 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呢 佛陀也就是没有去 指定任何的戒律 在这个十二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佛法呢 在佛经里面啊 就是用 求天的水 来形容 因为这个 求天的水 它是一个非常的 清澈 然后干净 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个十二年的过程当中呢 佛陀的教法 就像求天的水 每一个人的这个行为 都是非常的如法 所以呢 佛也就没有开始 没有制定戒律 然后 第十三年的时候 佛陀称佛以后的 第十三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 佛陀就开始 制定这个戒律 那佛陀制定戒律的这个过程啊 是这样子 首先 不是想佛陀他自己去想 这个僧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规矩 然后就是制定这个各种各样的戒律 那不是这样子 就是当在佛陀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人当中 某一个人的这个欣慰 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就是根据这个情况 然后佛陀就开始 这个制定 这个戒律 那么 这个制定戒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佛就考虑到 很多方面 一个就是 这样子制定这个戒律的话 第一个呢 对他们的 未来的这个修学方面 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然后呢 如果这个时候 不制定这样子的戒律的话呢 那这个问题 就跟其他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佛陀就是考虑了很多方面的这个问题 就开始这个制定这个第一条戒律 那这个时候呢 第十三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这个世界上啊 佛陀成佛以后 也就是说 佛教的这个出家人的第一条戒律 那那个时候就就诞生了 比如说 比丘的话 他有两百五十三条戒 两百五十三条戒的第一条戒 那这个时候就诞生了 那从此以后呢 就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戒律 就一步一步的就制定了这些戒律 然后就逐步的就完善 这个佛教的这种僧团的 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规矩 或者是他的这个戒律 就是这样子 他的来历是这样子的 康布 那很多人啊 会觉得受戒是一种束缚 所以说不愿意受戒 那受戒到底是不是一种束缚呢 以及受戒对于我们修行人 有什么样的好处 首先第一个呢 受戒它本身呢 应该不是一种束缚 因为这个戒律制定了以后呢 它要这个控制的这个东西呢 不是人的这种正面的这个能力 它是不会约束的 这第一 第二呢 它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娱乐 它也不会去控制 尤其是这个在家人 不会去控制 所以呢 它说是一种束缚的话呢 也不是 但是如果比如说 就是他受的戒律太多了 太多了的话 那有可能就给他导致了一些压力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因为他本身就是想学佛 想皈依 但是就是因为害怕这个佛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戒律 然后呢 就怕这个到时候呢 自己做不好 所以就是不敢皈依 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佛教的所有的这些戒律 出家人的戒律 在家人的戒律 还有就是小乘佛教的大乘佛教 所有所有的这个戒律呢 他们都不会去控制 人的这种争免的这个发挥的作用 能力 他是不会控制的 另外一个刚才就是提到了 这是尤其是在家人的话 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娱乐 有些生活工作 这个他也就不会去控制这些了 所以呢 一般的情况下 不会导致这个压力 但是收戒的话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呢 还没有收戒之前呢 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能够受多少条戒 这个是必须要先看清楚 否则的话 就是收戒手太多了 这个有些时候呢 自己没有能力去做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会有些人就可能会有些时候就感到 这是一种束缚 一种压力 这个有可能的 但实际上这个佛教的这些戒律 尤其是这些在家人的这些戒律 它是不一定这个收太多太多的戒律 它是主要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佛教经常讲的 就是三规五戒 其实实际上就是只有五条戒是最根本的 那么这个五条戒当中呢 也不是全部一定要守 就能守一条戒 就守一条戒 两条戒就是两条戒 这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收戒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合理的选择 这样子就不会导致压力 我也不会觉得是一种舒服 那关于这些受戒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修行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修行的这个戒律的主要的一个这个帮助呢 对修行人的帮助呢 有几个方面 佛经讲 比如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呢 就是戒丁会 戒丁会 那么戒丁会 这三个都是相互之间的 都是有联系 就是有因果关系的 有因果关系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首先 回就是有丁省 丁就是有节省 所以呢 节就是这个 这个三个的最基本的就是戒律 根源 对 它的就是它的基础 它的根源 那这样以后呢 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原理呢 就是因为 比如说人 他平时就是一般这个反腐 也就是说普通的人 就是没有一个约属的话呢 那他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 就是一些负面的 这样子的这个行为 那么这些负面的行为呢 就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然后呢 就影响到他的心情 那么这样以后呢 他心里就是有太多的这些纠缠 内疚 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大作是紧不下来的 他一大作的时候呢 就会想起这些事情 他本身就是一个 还没有修得很好的人呢 他心是本来就紧不下来的 然后呢 尤其是有这么多 太多太多事情的时候呢 一开始大作 然后呢 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这些 这些负面的东西 所以对他的这个禅丁 是有很大的负面的这个作用 那么通过这个戒律 把一些这些负面的这些行为 控制住了以后呢 然后他大作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多的内疚 所以呢 他这个心事就不多 这样子以后呢 他容易静下来 大作的时候就容易静下来 所以这个戒律跟这个禅丁的一个 直接的这个影响 就是这个影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吃戒的话 那有非常非常大的 从这个福报功德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有很多的功德 很大的功德 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非常的多 然后呢 尤其是跟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的 这个持戒的功德 跟现在 就像现在这样子 魔法时代 佛教教的魔法时代 这个时候 意思就是说 受戒律比较不容易的 这样子的环境 或者这样子的时代 然后呢 去受戒持戒的话 那这个功德呢 远远就是超过 这个佛陀世代的 这个持戒的功德 因为佛陀的时代呢 虽然也有很多人 就是有扑面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行为发生了 但是呢 相对来说 那个时候的人的 这个烦恼 没有那么的严重 所以呢 他们的 他们持戒的话 这个相对来说 是比较比较容易的 那么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子的时候呢 持戒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 当中 他持戒的话 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所以从功德 福宝 山根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持戒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然后呢 他对这个智慧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然后另外一个呢 因为修行人 他如果持戒持得好的话 那就是自然就 就 就 就回避了很多很多 这些世俗的很多的事情 这样以后呢 对 不好的事情 这样以后呢 就是对他的修行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直接的 坚持戒的 坚持戒的 帮助 这个佛弟子的话 第一个 他可以收这个 刚刚讲过的这个五戒 这一个 另外呢 他可以收这个菩萨戒 菩萨戒 在家居士的菩萨戒 菩萨戒 在家居士 实际上这个菩萨戒的话呢 他是不分这个出家 在家的 他的这些全部的这个这个戒律呢 他是不分在家出家 大家都是可以守的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呢 还要可以守这个密宗的密承接 比如说密宗他自己有一些戒律 比如说他有最根本的 就有十四条戒律 那这些呢 在家人都可以守的 如果是他如果有能力的话 那这些戒律都是可以守的 但是呢 守戒之前 是要 比如说像这个菩萨戒 也有三个不同的这个层次 这三种不同的层次呢 难度是 应该是理论上这个难度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守菩萨戒之前 你就到底守哪一个级别的这个菩萨戒 那这样子这个选择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首先比如说 自己人为这个最高级别的菩萨戒 暂时走不到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守这个中等的 或者是简单的 这样子也是可以 这样子也是算 守了菩萨戒 也是很好的 然后呢 密宗的这些这些戒律呢 他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戒律 那么这些当中呢 自己守哪一条戒 那是也可以自己选 但是密宗的 比如说他有十四条这个根本的戒 或者是五条的这个根本戒 那这个戒律呢 他就是要这个关顶的时候 就守了这些戒了 那这个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守 所以之前 守戒之前就把这些道理明白的话呢 这个戒律是不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压力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守戒之前 就把这些全部学好 然后再去守 这样子是比较合理的 对 那像康姆刚才反复提到的一个就是 在守戒之前先去了解 先去学习 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 在不给自己添加烦恼的情况下 去选择性的守戒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清静 更加的如法 对吧 他们的行为都是非常的如法 比丘的话 它有253条紧 这是三归无节 根本的就有14条戒律 有153条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